在过去的三年里,尤其是今年,日本对我国的挑衅行为日益公开和激进。日本采取这种冒险行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日本今年担任G7轮值主席国,其首相表示希望借此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团结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我国,日本试图巩固G7国家的合作关系。 其次,安倍晋三次去首相职务后,日本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新一代领导人缺乏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 岸田文雄希望通过紧密配合美国对我国采取对抗立场,同时为美国及北约在东亚地区扩张助力。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一直渴望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国家正常化。 实现正常国家有两种途径。 一是,日本开始抵制美国的操控,同美国展开对抗,从而在东亚地区获得更多发展空间,通过加强与中日韩自贸区的合作,以及货币互换等措施,逐渐摆脱美国的束缚。 二是,日本通过更加积极地为美国效力,希望美国放松对其军事制约,促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日本希望在美国逐步放松对其控制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和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显然,日本选择了更具侵略性的道路,全新投入转变。 针对这样的日本,我们绝不纵容。 依据伤其实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略,在聚七国家发布联合声明遏制中国之后,我们自然将日本视为必须削弱的一部分。 针对今年在台湾问题上频繁发生的日本,我们给出的最强烈回应便是琉球地位,尚未确定论。 提及日本,我们在影视作品和歌曲中常见的一个地名便是冲绳,一个著名的旅游圣地。 但事实上,冲绳有一个更为古老的名字,极历史上长期作为我国附属国的琉球。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官方用语已经不再使用冲绳,而是恢复了古衬琉球。 一个多世纪以来,琉球复国运动一直在日本的强力压制下进行,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公开支持琉球复国的时刻。 一些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者,对我们提出琉球复国的议题感到不适,认为这是干涉日本内政和瓦解日本领土。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从法理上讲,琉球从未属于日本的领土。 在1372年,即大明朝洪武五年时,琉球群岛还分裂为中山国、山南国和山北国三个国家。 当时,这三个国家的国王都向大明王朝进贡,确立了附属国的地位。 就在这一年,明朝派遣扬再出使琉球,在途中发现并登上了钓鱼岛,后来化归福建省管辖。 在1429年,琉球群岛实现了统一,开始了琉球王国的历史,自此以后,历代琉球国王都需接受中原王朝的策封。 然而,在1874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大列强的压力下,衰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放弃了与琉球长达数百年的宗主和蜀国关系。 仅仅五年之后,日本出兵攻占琉球国,废除了琉球王室,并通过侵略行为占领了琉球领土。 实际上,琉球从未属于日本的固有领土,而仅是在144年前被日本侵略占领。 那么,在国际公认的合约中,哪些地区才是法理上的日本领土呢?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善于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说辞来,迫使我们妥协。 为此,我们的外交部门近来一直运用基于规则的战后秩序来应对美国。 美国主张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反对颠覆和破坏。 那么,我们就依照规则的国际秩序形式。 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颠覆一个中国原则炒作台独,岂非是在破坏战后秩序的基础吗? 此外,我国外交部长秦刚和发言人今日都再次强调了, 开罗宣言与波斯坦公告的重要地位。 这两份文件恰恰是二战后秩序的基石。 在开罗宣言中,已经明确规定日本的领土范围仅包括北海道和本州四国, 近代以来侵占的其他领土都应归还或允许独立。 因此,在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琉球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侵占性质, 更不用说将琉球视为日本领土了。 然而,在197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琉球协定》, 约定从1972年起,美国将把琉球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这个协定存在两个重大问题。 首先,琉球协定是由美国和日本签署的, 它决定了第三国的命运, 显然不具备全球其他国家认可的国际合约、法律效力。 其次,美国向日本移交的仅是治理权, 美国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权移交琉球这个主权国家的主权。 因此,尽管日本于1972年重新设立了冲绳县, 但这只代表日本政府可以代管琉球。 至今,在联合国,琉球仍然属于联合国鼓励复国的国家。 在美国和西方多次以规则的秩序向我们施压的背景下, 我们将琉球复国与台湾回归作为战后秩序的一部分向世界宣告。 若美国仍然坚持不颠覆战后规则秩序的立场, 那么它必须停止支持台独并允许琉球独立。 如果美国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挑战我们的立场, 那么它又凭什么指责我们在其他问题上颠覆其霸权呢? 最近,我们国家外交部门强调了, 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的战后权威性 关于琉球建国的讨论在国内网络上也逐渐火热起来。 然而,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或者至少是时机不当的。 在此,我将与大家探讨这两个观点。 首先,许多人过分强调,支持琉球复国是对日本干涉台湾回归的报复。 他们认为,只要日本挑衅台独,我们就支持琉球复国, 只有当日本不再涉及台海问题时,我们才会停止讨论琉球问题。 这种观点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它将台湾作为我们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内政问题与琉球复国这一独立国家复国的国际问题相提并论, 就像将台海问题与朝韩问题或俄乌冲突相提并论一样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误区在于,我们不能表现得像是在用琉球人的利益换取日本不干涉台湾。 无论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琉球人民心中,这种做法都会让我们失分。 日本本身就无权干涉台海问题,它必须在台海问题上保持沉默。 这一点与我们继续为琉球人民伸张正义并不矛盾。 第二个观点表明,有许多人过分支持琉球恢复独立, 纷纷提议琉球独立后加入我国,或者直接使用收复台湾类似的说法来收复琉球。 然而,这个观点并无历史根据,而且容易被西方和日本国内利用进行挑拨。 实际上,历史上琉球从未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而是作为朝贡体系中的附属国存在。 如果我们此时大声疾呼收回琉球,很容易在国际上落下口石,仿佛意图将日本领土强行变更为中国领土。 我们当前需要做的,要宣传的,以及支持的,仅仅是帮助琉球人实现独立,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至于历史上的附属国琉球是否会在未来有所发展,这将取决于未来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最终发展成果。 在当前时刻,我们应该先支持琉球摆脱日本的统治,实现独立,使世界不再有冲绳的矛盾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